大家好,我是三成道长 今天呢,咱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就是香港银行开户的这个事 然后今天我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中信银行国际,其中也就是信银国际 它的这个开户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他这个的话,为啥我今天介绍他呢 因为他这个就是最开始你开户的时候 你都甚至不用到网点去 然后15分钟,基本上就可以通过审核 他这个在手机APP上,你搜信银国际 或者是这个inmotion都可以 然后搜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 直接就是这个软件,你这个APP你就可以下载 当然安卓,苹果都有 但是在这的话,我建议就是咱内地的朋友 然后的话,找安卓版 用安卓版,你如果说你确确实实用苹果用了很多年 但是你要是为了开这个内地身份证 然后来开户的话,那你一定要用一个安卓手机 因为安卓手机它有一个就在新开户里面 它有一个就是内地身份证 然后来开户的这样一个选项 但是苹果手机它是没有的 那也就是点开了这个APP以后 就是这个页面,然后的话新开客户点开户 开户,它这儿的话就 你看它这个安卓手机的话,它有两个选项 香港身份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这个选项,咱选第二个 然后下来的话就是它有一个就是个人资料的这个境外同意书 点确定,点下一步 然后到这儿的时候 你看这个就说得很清楚 开户过程,约15分钟过程中随时储存 请稍后再继续 预备好邮箱,手机,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 就用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就是说它拉到下边 然后就开始填资料 当然这个你必须是到香港境内 然后你才可以连上直接就是这个银行的网络来申请 你在大陆它是没有办法 它是会给你一个弹窗说你现在不是在香港 所以这个的话就弄不了 然后按部就班的填资料 这个填身份证,填高通行证 最后这个实名认证通过了以后 那基本上资料一提交 反正这个有的人说是一两天 有的人说是两三天 但是我的就是秒通过 就是基本上这个发完 这个这个资料填完 然后上传了以后点确定 两分钟之内我就收到了开户信息 并且我是在晚上八点多 然后提交的这个申请 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说应该是可以秒通过 当然了 那有啥具体不清楚的 可以私下来问我 我也会把我的邀请码然后来放到这个网上 然后大家的话就是根据这个邀请码然后来填 最终它会获得一定的优惠 并且它也更容易通过 当然那个这个我下来的话我会把这个放在这个邀请码放在下面说明栏需要的 自取 这个办完以后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没时间去银行网点那你这个账户就可以直接用了 因为他这个的话也是加入了转述块 这个也是可以直接用可以跟中营国际啊 不是中营香港啊或者是汇丰这些它是可以来回转账 然后这个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是说你觉得不放心 我还是想要张卡片的话 那你一定要找到这个中性国际的这个网点 去到网点以后 然后你就跟桂元讲 你要就是领就是你这张卡片 它会让你填各种各样的资料 其实上就跟咱面签是一样的 填完这些资料以后 啊它会给你一张密码函 这张密码函的话就是未来你激活你这张卡片要用到的 那呃 这个但是当时是拿不到卡的 因为这个卡它毕竟不是说网点发给你的 它是直接就说是总行发的 呃并且 这个跟咱大陆其商是很方便的 因为它是从珠海呃发EMS发到咱手中的 所以这个很快 拿到了以后 就是这样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拿到手以后 呃如果说你呃这个近期要去香港 那你就拿上这张卡片拿上你的密码函到香港了以后找任何一家贵员机把这卡插进去啊 输你密码函上那个密码把密码改了 呃然后你就可呃正常的就把你卡激活把这个呃你这张卡以后的话就可以呃很合适的用了 并且这个卡的话它是可以直接绑定在咱微信啊支付宝香港钱包里边的 因为咱那个就是可能咱很多人不知道就说咱支付宝里边那个香港钱包 因为你没有注册这个的话你是没有的 呃然后的话它只能绑定五家银行 就是呃汇丰啊这个信银国际还有就是招商永龙 还有就是这个中银香港 还有是哪一家反正这几家的话可以直接绑定在微信上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方便 那有需要的朋友啊 然后的话就说你可以准备好 其他这个东西的话准备的非常少 也不一定非要用到香港的号码 就是大陆的手机号也照样可以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无量天尊